馬上進入 愚人的喜劇日常 復出特別篇 大家好 我是靜兒 我是妮相 我是喜德 我是丹麗 我是小容包 我是品魚 愚人的Podcast要復出啦 Yeah Baby 這個累積一年有很多故事沒有講 對吧喜德 還好耶 真的喔 男朋友都同一個喔 小容包 對啊 五六四 啊喜德呢 一直單身喔 所以一直單身就一直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當然了 聽眾們應該也累積很多贊助的金額要給我們 對耶 欸 復出第一集啥事都還沒做就叫大家贊助囉 你像這一年的改變變得很厚臉皮 當然囉 存了一年的量齁 對啊 就是至少有個二三十萬吧對不對 大家過年後應該領滿多錢的齁 他們一定聽舊的然後想說 為什麼沒有那個 那個 哇 一年語言的退化能力這麼多 沒有 他們一直重複聽我們第一季 然後一直覺得沒有斗內的那個網址可以點 對 欸 有關起來了嗎 品魚 好像沒關耶 欸 那就是代表什麼 沒有關 也沒有人增加要斗內的慾望 欸 這樣不行啊大家 是不是 好啦 我們今年新的一年要來付出我們的Podcast 在這邊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2月29號 在台北的卡米地要舉辦我們的第一場Live Podcast 哇 沒有剪接版喔 沒有剪接版喔 現場直接喔 所以各位你可能平常覺得我們喜劇日常有多有趣 你可以來現場看看 真的還好 對 來聽聽看會有多冷藏 沒有啦 欸 但講真的我們從第一集 就是喜劇日常第一集到最後面 你去重聽 你會覺得我們的差別很大 因為我們進步很多 我們講話的故事啊什麼都變好很多 真的嗎 小籃包有嗎 有 可是因為有一年沒錄了 所以 又退步了 這一年到底在幹嘛 那今天大家開場前還是先來聊一下大家的近況吧 我們先講一下 那2月29號我們會聊些什麼 就是我們也把去年一整年 我們沒有錄喜劇日常嘛 那把去年的一些有趣故事會在2月29號 重複再講 重複 沒有重複 他們又不知道 對不對 就一併的把它講掉 這樣子 那今天呢我們還是先講一些最近大家的日常好不好 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我先來 好 太突然了 最近劇團不是在整理倉庫嗎 對 去無故的倉庫嘛 對對對 就我們工作室的場所跟很多的這個道具在整理 道具 就是那天你一上 他就要丟掉一個東西 嗯 是一個那個情趣按摩棒的遙控器 嗯 那我說你為什麼要丟掉咧 遙控器有嘛 但是他本身的那個震動的東西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默默說來我丟 然後我就默默 然後我就默默 你就說有啦那個器具在我這 沒錯 沒錯 就是因為我默默就說你上那個遙控器我丟 因為那個情趣用品我拿回去玩了 所以我丟默默的遙控器拿回去 不是 不是 他又沒有可以振動 可以搖一框的遙控器 那你要用 你就是沒有在玩情趣用品 對 情趣用品本身就可以 它可以自己動啊 它就有按鈕 所以遙控器它是增加情趣用 就變速這樣 之類的 哇 情趣博士進而耶 那是什麼 飛機杯嗎 不是就是 按摩的 跳蛋那種東西 所以你把我們道具拿回去用 不是啊 不是 當然是跟女朋友一起使用 啊 可是 為什麼不買新的 對 來 各位常常注意一下 那個是全新沒有開過 那個是全新沒開過 可是我騙人 所有有開過的我都沒拿回去用 可是我之前很常拿那個東西來按別人的那個 不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嗎 那個就被丟掉了我就沒再用它 那你今天遙控器有帶出來嗎 沒有 不過我們在整理倉庫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我們之前的戲劇道具是情趣用品嗎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部戲是這個 對 有一個那個就是 飛機杯 但是它就是沒有包裝 所以它就是黏了很多灰塵啊 然後灰灰髒髒這樣子 本來要丟掉 結果喜德說 欸 那我要 喜德你敢說屁 你有沒有拿回去 拿回去了 那個飛機杯灰灰髒髒 是因為我跟丹麗前面打在那邊摔 飛機杯都變回機杯了齁 對啊 飛機會飛花 花飛會飛機飛杯 失敗了 就是這樣的 這一年的語言能力還是很差 那我想問一下 有人把飛機杯帶回去嗎 有 我有帶一個 你帶 阿丹麗有帶嗎 我有帶一個電動的 電動的 你們好 那我今天再爆料一個 我不知道哪一個是我用過的 蛤 好噁心喔 對啊 哪一個是我拿出來試用過 你們不會帶回去後已經用了吧 沒關係 我還沒用過 沒關係 我的那個是 帶回去的時候還有那個 塑膠包裝的 它是全新的 所以那就不是那個 那可能就是 靜兒用完有裝灰塑膠袋 電動的嗎 電動完 他沒有用到電動的 不是電動的 那應該是你們玩壞的那個 那你應該是用到那個 灰灰髒髒那個 泥桑帶走的那個 泥桑 不要跟我用同一個飛機杯 我帶的是長的屌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好辣 對啦 我們這些情緒道具之前放在工作室一排 然後都靜兒晚上在那邊 沒有啦 沒有 那是你的玩具總動員嗎 沒有沒有 沒有 晚上都會動起來 對 那些情緒玩具晚上會唱 You got the friend 欸 那個硬不起來吧 真的我覺得太浪漫了吧 你該不會在那些玩具下面也都寫Andy吧 是耶 那我真的是Andy 你是Andy 對 大家回去背景背看一下 看有沒有Andy的 為什麼開場是用情緒用品來開場啊 欸 但情緒用品是真的會還蠻尷尬的 欸 我想問一下 因為那些情緒用品很大一部分來自品瑜跟High咖家的提供 對 我要講 對 那為什麼你們都沒有用呢 你又知道了 我們就是沒有用那些 品瑜你要不要承諾有用我們趕快不再用了 沒有 我先講那些都不是我們買的 是就是High咖會有一些公關品 或是他之前接到情緒用品的業配的時候 然後你看喔 我搬了這麼多來漁人當道具 對 然後我們家裡其實又有廠商又會送 然後我們前陣子 用不完了 我們沒有要用 我們前陣子 我們前陣子 品瑜承認有沒有用過 沒有欸 真的假的 不是他廠商贊助 不是那廠商接下來哪會再贊助你們 你們廠商來到都會再用 沒有 就是 因為High咖的就是業配方式 不是那種真的說他使用型的 他只是跟大家介紹說 欸 他們現在有出這種東西 我剛剛以為大家說 因為High咖的技術不需要用 還厲害了吧 反正我們家裡就還有一些 然後我們上次去上那個 薩泰爾 High咖去薩泰爾什麼 崇尚運動會 然後又得到了一堆的保險套 因為那一集好像又是保險套贊助 就是真的超多 然後我們前陣子要搬家的時候 因為我們找那種無痛搬家 他會幫你打包 幫你把所有東西 運到新的屋子 然後幫你擺好 擺在每一個的位置上 但那是不是蠻貴的 這樣還是會痛啊 沒有 那是窮人才會痛 你會痛 但他不會 這樣你懂的意思嗎 他花錢不痛 你會痛 就是花錢省事 難過了吧 為什麼突然就沮喪起來 所以我只能找有痛搬家 沒有 你只能自己搬家 確實啊 我都自己搬了 自己搬三趟 反正呢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什麼東西都沒有打包 然後就等那些搬家的人來 唯一我們收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把那些情侶用品 跟保險套通通放在車上 我們怕被收到太尷尬了 因為那個真的是一大包的保險套 別人會覺得說 欸 到底要用多少 所以萍于沒有被發現 沒有 但是嗨咖因為把他放在車上 然後他前幾天又去找他那個模型師 模型差點要放到後車廂去 結果後車廂也是幫我們請去用品 然後嗨咖就馬上很機靈 就是欸 我們放後座就好 這樣 OK 然後因為剛剛講到就是我最近搬家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新家的房東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他們是一對兄弟喔 可愛型的 就是兩個老人 不是啦 兩個老人喔 兩個老人他口水噴的啊 兩個就是阿伯等級的 五十幾歲 兩個阿伯 對啊 然後又可愛型 可愛型的阿伯 喔喔喔喔喔 我以為他們是Couple 不是啦他們是兄弟 就是大哥和二哥的 所以他們是Couple 但是是兄弟喔 他們不是Couple 太複雜了啦 我知道了 可愛型的兄弟阿伯 對 可以這樣 你是完美定義 那馬利歐兄弟這樣 喔OKOK 沒有 他們就是兩個感覺很傳統的阿伯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情侶的時候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來 然後他們姓葉 就是一個 喔喔喔 跟我同姓的 然後因為我們如果兩個都叫他葉大哥 會搞混 所以叫葉小哥 沒有 他們自己講喔 他就說那你就叫我葉大哥 然後叫他葉二哥這樣 因為二哥就是弟弟 然後有一次房東坐我們樓上 然後我們有東西壞掉 我們就想說跟房東講一下 然後嗨咖就跟那個房東打電話 然後嗨咖知道那個房東是葉二哥 但是他就覺得我叫你葉二哥 這樣好奇怪 所以還是叫他葉大哥 然後那個 葉二哥接電話嘛 弟弟接電話 他就說 喔好好好 那我等一下叫我弟弟下去 然後假裝一下 好大喔 他以為嗨咖搞錯 他以為嗨咖叫錯人 他超級貼心 他應該是覺得直接戳破我們也那個 我們也沒必要分得出來他們是不是 然後那個那個 葉二哥就想幫我拿下來 那個葉二哥就說 好我等一下叫我弟弟下去拿 欸葉二哥下去喔 沒有葉二哥 他還演自己用手 手還拍那個有跑步聲 然後就說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這樣子 然後他還說 葉二哥下去幫我修一下東西喔 然後還把那個手機拿遠 啊 這樣子 會不會是 聲音怎麼了 真的是這樣 就是這個房東只有一個人 沒有兩個啦 真的嗎 誰幹的 一個高高瘦瘦一個 唉唉胖胖胖 不是兄弟了吧 不是兄弟了 答康答康 好了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 魚人時代的喜劇日常 那我們這個 復出回歸篇啦 那我們要講一些跟上一季 覺得有趣的故事 我們來回顧一下 因為真的隔滿久的 大家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以為錄到現在 你會說我們還是不要付出好了 哈哈 你幹什麼 幹嘛 我們會剪輯啊 對不對 只是Live Podcast 那天沒辦法剪輯而已 Live拍 Live拍的生活讓你進去 魚人羅志祥 魚人羅志祥 魚人羅志祥臨近 那一首是什麼 海派人家 OKOKOK 愛瘋頭 愛瘋頭 你到底比較喜歡 周陽千還是蝴蝶姐姐啊 好啦 我們今天要來回顧 我們上一年的故事囉 唉唷你拉主Key 我拉主Key 唉唷好厲害 好來 那我們誰要先呢 那我先好了 我講的是上 不知道第幾集 發現我那時候有一集講的是 我之前國小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是 我們考完試以後 我們要給老師看我們的考卷 因為你訂證完給老師簽名嘛 老師看你有沒有訂證錯誤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訂證完以後 我就很興高采練 然後跳跳跳跳跳 然後就跳到老師的那個桌子旁邊 跳 那個屁就跑出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提醒觀眾 如果吃飯 是不是後面是不適合聽的 現在提醒 來不及了 搞不好後面更噁心 對後面有點小噁心 再吃飯就先跳過 對 我就直接 撲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啊完蛋 有聲音的那種 有聲音 然後又有一些議題的 是那種 對 剛剛觀眾啊 就想說 啊這段一定要跳過 就按了往後15秒 就剛剛聽到 就聽到你的 噗噗噗噗的聲音 他更吃不下了 然後這時候呢 因為國小生 你知道小朋友都很愛面子嘛 然後那時候你又不能讓別人發現 你就是剉賽在褲子上 難道你現在有比較不愛面子嗎 所以那你想如果 你現在剉賽你的反應 不會是愛面子的話 你會是怎麼樣 你會很成熟的 我會直接大喊說 我落賽了 不敢啦 就直接承認 不敢啦 他剛才是自動把 割消音了嗎 對 好酷喔 因為他剛才 他剛才嘴型有出來 但他沒有發出聲音 他說 他到時候又要B掉了 你現在這個年紀 如果剉賽你就去廁所處理 自己處理好就好 不用跟大家講 萬一你們都聽到了怎麼辦 你說你的 對 我們夠社會化 我就會趕快大憋氣 對 只是憋氣我還以為是安慰他 你們人也不太好 我會幫忙你擦 騙人 我會幫你洗內褲 謝謝你 好貼心喔 我會幫你講出去 哈哈 你最壞 人最差 反正後來呢 因為他就已經倒在褲子上面了 然後呢 我就只好一個人跑去廁所 然後就把內褲脫下來 但通常這個時候 但他長大應該會把內褲就丟掉了 對 會把他丟掉就不會把他帶走 沒有 沒有 太噁心了啦 想說裡面是乾淨的 外面是乾淨的 沒有 我就把他裝在我帶的一個塑膠袋裡面 我就把他綁起來 然後再拿回教室 為什麼不丟掉 因為我回去的話 我爸媽或是我們家人 就知道我今天內褲沒有啊 為什麼會知道 國小生欸 都不是丟 你一說你回去 就被發現媽媽說 奇怪內褲怎麼不見 內褲怎麼不見 我洗澡的時候怎麼沒有內褲這樣 然後我就把他包回去這樣 然後後來回到教室以後呢 然後同學在上課的時候 就一直有人講說 老師很臭 不是啊你把那一包垃圾拿去哪裡 掛在我的椅子旁邊 好臭啊 你說平常會放便當袋的地方 對對對 你說這是你今天準備的大便會咖哩喔 對 我就想說我還這樣 好臭喔 有嗎 好臭這樣子 這樣子 裝不知道 裝不知道 一定要掛在別人椅子上啊 直接換完整天 哇大便故事 好像有吧 這是在哪一集啊 尷尬是不是 好像是尷尬 好像是啊 我忘記了 大家可以去聽 因為我記得 尼桑講完這故事後 我也接了一個大便的故事 那今天就不在這邊醉失了 對 我很像我大尖叫在那一集 好可怕 真的嗎 欸 這是游泳池的嗎 對 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趕快去查大家 大在那個浴室裡面嘛 然後推到隔壁間嘛 講完了嘛 你也噁心欸 太糟糕了 靜兒那邊 而且 而且推到隔壁間之後 旁邊也是跟那個 國小同學一樣 欸你們有聞到大便味嗎 我趕快洗一洗 直接出去 直接出去 我只是說 這個快轉15秒 根本不夠 對不起 各位這邊直接跳過25分鐘 這樣 那我來分享一個 我那時候講到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那一集是在講自以為這樣子 嗯 然後 我那時候講的故事 分享的一個故事 是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在一個 快炒店 那個廚房內場 還我有印象 對對對 我在那邊做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們午餐的時候 師傅他們都會煮 煮給大家吃這樣 然後就大家會圍在那邊吃 然後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們先拿一個盆子 先把 大家的飯 裝在那個 桌子上這樣 大家要 就是很注意自己的 咬字 對對對 因為我上一次 上一次這個故事就是 被那個安和安打敗 對 都沒有講好 再講清楚一點 被哪兩個打敗 安和安 安和安 講不清楚 裝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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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我們會裝飯 又來了 又來了 快樂棒 屬家 一年沒有長進 好難喔 好 裝飯 對對對 就是我們會裝飯到座子上 然後 那時候我已經吃飽了 我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那個 師傅就說 欸 阿德 裝飯啊 有 過了 對對對 過了 上次就卡在這裡 上次那一集就卡在這裡 師傅就說 阿德 裝飯啊 有有有 有有 有有 沒有啦 可以練咬字 觀眾 那個師傅就說 阿德 裝飯啊 等一下 這故事有沒有卡在這邊 裝飯 裝飯 過了 然後我就說 師傅不用 沒關係我吃飽了 他說 你不要我們要啊 原來是桌上那個 盆子已經空了 他叫你去裝飯 對 然後你沒有說 放下 我說好 我去鑽 那你的盆子先放下 你覺得卡在裝了嗎 你去鑽了 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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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了還是裝 你筷子先放下 我去鑽了 都全錯了 算了 我不管這些了 是不是因為有安安不分水 我不管這些了 我說是不是因為有安安不分水 這故事特別好笑了 對 不然以前講完以後 就會沒有東西 就會剪掉 這故事好笑在安安很難那個 他就安安安了 了解了 那這次恭喜喜得過關 過關 放下跟裝飯都有 這個師傅就說 阿德去鑽飯啊 不是 可能師傅咬字真的就那樣 就真的有人這樣子 喜得這個故事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自以為那一集嘛 自以為那一集 對對對 好像是一批三十二或是三十三 超好笑 拜託去聽 求你 求大家是不是 求大家 這是小龍包容 但是心中最好笑的一集 對 你喜歡我 他喜歡 喜歡他喜歡 是是是 喜歡那一集 那一集的我 是是是 他喜歡安安安不分的你 是是是 那你用安安不分跟小龍包告白 我喜歡你 好的好的 那小龍包有接受嗎 那我來講一個新的故事 完全不接受 轉移話題 超惡劣的 那小龍包 你上一季有什麼精彩的故事 我想要來就是鄭重的 澄清跟解釋一下 說你沒有喜歡洗的 哈哈哈哈 這種事不要在Podcast講 不是啦 就是呢 我在上一季的那個喜劇日常有一集 忘記是哪一集了 反正我就講說 我有一個國際的犯罪 就是 喔 國際犯罪 國際犯罪 你 對 我在國際有犯罪 真的假的 就是我之前去泰國的時候 因為我在去泰國之前 就有聽朋友說 泰國有一些飯店的浴袍 是可以帶走的 免費帶走這樣 喔 然後我那時候是沒有出過國的經驗 所以我畢業旅行要去泰國 就超級興奮跟期待 是因為有那個浴袍可以帶走的 哈哈哈哈 為了這件事興奮 我在台灣也可以買吧 對啊 他並不在乎泰國有什麼 他只在乎浴袍 泰國的浴袍就香了 超香 太香了 嘿 泰國的泰 對 知道了 為什麼要解釋啊 他這樣玩太香 所有人都知道了 一口同聲 一口同聲個屁啊 反正後來我們就是 一群大學同學一起去泰國玩 然後 在那個飯店最後一天 我就很開心的把浴袍 裝進我的行李箱裡面 然後就要去一樓那個 大廳checkout 對對對 然後結果在checkout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客服人員 他就是請我們先在大廳稍坐一下這樣 然後說 因為他們要去房間裡面檢查一下 確認 看房間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對對 有沒有東西壞掉 對 或者是有沒有東西被消失了 那時候沒有講那麼明白 消失了 OKOKOK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安感了 小小小的而已 微微的 微微的 我想說應該沒關係吧 應該沒事吧 所以那時候已經把浴袍本人 塞到你的行李箱裡面 右手的行李箱裡面 就在他脖子上 就在他脖子上 發現了 穿著 穿著 超喜歡 真的是太喜歡到穿著離開嗎 泰國的泰 對 真開心 無聊死人 剛剛真的是太緊張了 太多快 就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泰 他只是純粹太緊張而已 好後來呢 突然 就是那個 櫃台的人說 不好意思 那個幾號幾號房的人員在 就是住客在嗎 需要跟他們就是 確診一下 然後我們就去櫃台找他們 所以是妳 是她在叫妳嗎 是我跟另外一個女生 但我覺得問題出在我身上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櫃台 然後就是 有點小裝 小白兔的感覺 小白兔是怎樣 想開始的辦櫃台 小白兔的 有紅蘿蔔嗎 小姐不好意思 那個 你們房間那個 她說什麼 那時候 不知道 對啊 浴袍 那個浴袍是不是有 比較好心帶走了 這樣子 欸 有嗎 我看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喔 偷就偷還在那邊看 啊 中文太好了 服務員的潛台詞 中文好流利 反正中文太好了 泰國的泰 真的會犯泰事 泰國的泰 不是喔 不是喔 她那時候就說 好像要掃一件浴袍 然後我就趕快說 欸真的嗎 那我去看一下好了 我去找找看 然後妳就說 喔我這邊剛好有多一件 送妳 送妳們 這樣就太明顯了 要先假裝要找這樣 我就把行李箱拖到那種 超級沒有人在的 那個無障礙廁所 剛剛有租 好惡劣喔 狗狗狗 對 在無障礙廁所裡面有租嗎 這個飯店也太親密了吧 泰國的泰 好煩喔 欸 妳這樣子讓我想到想 我不知道確實很會 就是 她發生一些尷尬的事 她會用一些表演去圓過那個 什麼表演 像前陣子我們 等一下啦 讓她講完啦 剛剛有這個是舊故事 剛剛都唱到出那邊去 有要講完嗎 沒關係 大家自己回去聽就好了 喔 麥 繼續說 妳等一下再唱 無障礙廁所 我趕快講 我就趕快去無障礙廁所 然後就是先偷偷拿出來 然後去到我們那個房間的樓層 然後一進到房間 哇 那個經理啊 然後打掃人員啊 一堆員工 都在裡面找浴袍 董事長妳在嗎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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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重要了 對 太過得了 要玩幾字啊 今天這集的關鍵字 真的有點太多了 有泰國的泰 等一下 欸我出不及防人 好這集禁止講泰 好 如果講到泰的話 等一下要上巴掌 好 好嚴重 自己打自己 我就進到房間裡面 然後遇到他們經理 然後 那個我就跟經理說 不好意思 我找到浴袍了 這樣子 就是裝小白兔 然後那個經理就說 喔 是在游泳池找到的 對吧 這樣 他就給我台階下 欸他人超好 對 對 不好意思忘在那了 然後他就回你說 還說謊 明明就是放在 我剛剛測試你而已 沒有沒有 他是說 他在你講完 然後他說 還說謊 我們飯店根本沒有游泳池 有啦有啦 有游泳池 喜德應該要說什麼 喔 就是 像這種 遇到尷尬的事啊 然後要演一段 什麼 緩和一下 小龍包市真的很擅長 真的 對像前陣子我們 因為我們 在我們工作室附近 有住一個小倉庫嘛 那個倉庫在二樓 就是其實大家每次 從二樓下去的時候 就很習慣去按下電梯 就搭了 對 其實可以用走的就可以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按二樓嘛 然後就打開進去的時候 就是 裡面已經有一個女生了 然後我就覺得他的眼神 好像沒有很友善 對對對 他就覺得 我們人已經在二樓 什麼不走樓梯就好 還要停這樣一站這樣 那個女生真的給我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就光表情就知道 想說二樓有什麼好搭的 對對對 然後一出去的時候 小龍包就 對著我說 欸阿喜的那個腳還好嗎 我就立馬裝掰咖 推到女生上 好厲害 你好厲害喔 因為我跟小龍包有感受到 就是我們在電梯裡有互看 就是 好尷尬 我們現在在二樓 結果還按電梯這樣 我們有對到眼這樣 你們兩個默契好好好 好那我們再出一題 電梯題好不好 喜德大放屁 然後那女生整個又大更臭臉 然後準備 電梯門一開 小龍包該如何化解呢 喜德大放屁 喜德大放屁 那個腸胃的眼影趕快看醫生 是你啊 是你啊 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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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吧 化解了 很厲害 化解了 可惡 那女生也說 不好意思是我 然後兩個人還在那邊化解個半天 那這樣子也太同時了吧 好厲害喔 那剛剛這個 小龍包很會化解尷尬對不對 是啊 謝謝大家 但其實小龍包 也很容易讓人家尷尬 有嗎 讓人家爆氣 這些我都不記得了 為什麼不記得 給我記得 來講一個上一季發生最嚴重的事情 真的有嗎 這個前輩是 這個是來這個 憤怒的 不是我們團的 當然不是我們團的 讓前輩生氣 我跟你講 上一季我們訪問到一個 在我們大家心中 應該是脾氣 數一數二好的人 對不對 山木賞 對吧 山木賞 他不管在台上還是台下 都是那種好好先生 然後好玩的人 對 微笑微笑 生哥嘛 對 生哥誰 生哥木不是生嗎 不是 那是木生哥 三木 對 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他叫三木 不是合在一起變生哥 不行 三木賞的搭檔叫 泰田 泰國的泰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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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三木賞一來 我們大家就很好奇嘛 我們就 第一個問題就問三木賞說 三木賞 你這個脾氣那麼好的人 你到底有沒有生氣過 然後三木賞說 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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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生氣呢 他說是這樣 因為我們當天從台中回台北已經12點多了嘛 所以沒有捷運了 所以我們就大家分批嘛 就是各自搭計程車各自回去 這樣 住比較近的就一起搭 那小紅包跟三木賞呢 剛好在住三重 對 所以他們就一起搭 結果他們在路上呢 就是司機是一個阿姨 然後那阿姨就是那種展開那個 過年親戚討厭的 煩人的聊天 這樣子啊 做什麼的啊什麼什麼 那三木是說呢 好像是三木講的吧 是不是三木講的 所以我好像問到他 他會說他是日文老師還是什麼 對 他好像會說他不要講說他是做喜劇演員 他會去做解釋 他就會說他是教日文 結果呢 可是那一天呢 沒有辦法這樣講 因為那天小紅包在旁邊 因為如果說他說教日文 然後小紅包可能這樣 欸!你不是阿! 那事情就很尷尬 我才不會這樣子 你不會這樣子是不是 你該吧 不確定 然後他那天就說 他是做喜劇演員的這樣子 對 因為我也是下意識覺得 喔我們剛演出結束阿 所以我們就是喜劇演員 如果要被問 因為不然我也會說我是音響店的阿 就盡量不要講一些你知道 所以其實兩方人都很尷尬 因為你們都有對方的存在 必須要講是喜劇演員這樣 然後結果那個阿姨過於熱情 他就是堅持一定要看到就是 我們的表演 現場的表演 對然後呢他就說 那YouTuber收收收收這樣子 然後 就是他我們都有說我們是喜劇演員 但是他對三木賞比較有興趣 因為他有那個日文槍 開始 欸!你是日本來的喔 是日本人喔 開始在幫自己找一些藉口 沒有 然後呢就是硬要看嘛 那就沒辦法就開始搜尋 然後其實三木賞很尷尬 因為他覺得在現場 播自己的段子一定尷尬到不行 這樣子 結果沒有想到小紅包積極作為 一直跟阿姨講那個山要怎麼寫 那個木要怎麼寫 要怎麼搜尋出來 然後就找到三木賞一個單口的影片 還是單口吧 對然後那個影片的整段都在講博起 所以他們就在計程車上 聽著這個三木賞的單口段子 十分鐘 十分鐘在講博起的段子 然後重點是 那個阿姨都沒有笑 然後他都很尷尬的一路做到三種 然後重點是小紅包也沒有幫忙笑 對 三木賞爭氣這個點 小紅包也第一次看喔 沒有 我已經看過所以我都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笑呢 只有我一個人笑嗎 所以好我們先講 所以三木賞氣的就是這個點 就是他覺得太尷尬 想要不要幹嘛 想要不要給你辯解 我要辯解了 三木賞你在聽對吧 那天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阿姨他在問我們那個三木賞的名字啊 怎麼拼啊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三木賞那時候就說 不要啦不要搜啦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有一點點欲懼懷疑的感覺 然後就想說 亂猜測別人是欲懼懷疑 只是客氣只是謙虛 對對對謙虛謙虛 然後就想說阿姨那我想看 然後那個三木賞又連欲懷疑 我想說好啦他就是那個 一二三的三 然後木頭的木這樣 啊收到又沒關係 反正都是公開的啊 沒想到他會選到勃起的段子 我真的沒有想到 你說他隨便找一個 對對 我本來以為會是一個 就是他們平常 賣債 對對對收到的 然後那個 我覺得我當天的那個心態有點像是 就是過年 然後我的兒子成績很好 然後結果 對啦 對啦 就是三木那個 那一個段子 我給你看他彈鋼琴的影片 喔好好聽 喔得獎 對 他說前輩這種感覺 就是心態是這樣子 就是我很驕傲 那我想問一下小紅包 你如實的說 那長達十分鐘的車程 三木賞的波及的段子 你們三個人是不是一點笑聲都沒有 有我有一些打哈哈 就是 不是打哈欠吧 沒有 十二點多只能打哈欠 哪有打哈哈 我有打哈哈 那你怎麼打哈哈 看好我們現在十分鐘 摸到的時候 那所以我們就不停 他會按進這個三秒 然後那個三木賞就說 為什麼要放這個啊 喔三木賞 我有講他有講辦法 他吐槽的時候 我就會說 對啊 你還說對啊 他更氣 他講說你也知道啊 我有這樣子幫他電一些聲音 不是啊 你在電梯我會幫人家緩解尷尬 啊在計程車怎麼讓人家那麼尷尬 啊 怎麼辦 怎麼回事啊 我真的錯了 那我來分享 我去年的 大家比較熟知的人物 應該是姑婆和前男友 對 他是成為了 喜劇日常的常客 你多懷念小紅包 你為什麼卡住 好像聲音有點不好掉了 OK 小紅包想念姑婆啦 這一年沒有長進 欸對 我真的想念姑婆 他還在沙發上 他還在沙發上 什麼意思啊 我前幾天回去他依舊在紅色沙發上 你也算禮貌 好險我還以為說 你說他還在嗎 啊在在在 還在就好 好 反正就是呢 那我就來分享一個 之前是在緊張那一集的故事吧 是前男友跟有關前男友的 但這個沒有吵架 這個是那時候跟他感情還不錯的時候 新的觀眾想說 所以之前喜劇日常 貧瑜都在講前男友的吵架的故事 的確也是啦 泰國可以分享 泰國的泰 你都在等這個嗎 等很久了 你等太久了吧 泰國的泰 靠腰 而且現在已經不管邏輯了 明明都不是泰國的泰 硬要講了 反正那次是 我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打110報警 確定是110還是119呢 我那時候是打110 對 因為呢我們 我以前跟那個前男友是 住在那個土城附近 然後其實我們那個附近 真的是蠻多那種 小混混 然後 變人三重才多 沒有吧 基隆也蠻多的 問常 問常去你家附近走來走去 也是小混混 為什麼 好 然後男生打球又很容易起衝突 那時候我就陪我那個前男友去打球 那時候還在一起 然後呢 他就是跟別人起了衝突 然後別人就好像就 繞人來喔 多幾歲才繞人 然後就 來了一個 小小 矮矮小小的小混混 但是 你說來了就一個 沒有啦 有好幾個 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小混混 好幾個都矮矮小小的 就是 不是 阿妮男朋友是跟國中生打架 難怪他會繞人 不爽啊 他是可愛幫的是不是 哈哈 小矮人幫 反正最矮那個還插頭喔 他就走在最前面 好屌喔 那這小學三年級喔 沒有啦 大人大人 就是單純比較矮而已 OKOK 但是他就帶了一個鋁棒 蛤 然後 我在旁邊我就覺得 天啊 好可怕喔 因為Raw他只是單純矮矮小小的 可能打不過我那個前男友 我就不會那麼擔心 但是他既然帶武器了 我好怕他們等一下打起來喔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說 啊他們都帶武器了 我報警好了 因為感覺等一下真的要打起來了 確實要報警 對但是緊張的來了 我又不敢讓他們看到我報警 我怕我也被抓進去打 你就會 你就會像所有影片裡面說 好啦 那個女生 女生衝出來阻止的人 我完了 不要這樣打我 不要這樣打我 對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衝出來說 不要再拍了 來 習得預備 走 不要打了 好 不要這樣子 不要拍 不要拍 為什麼感覺 為什麼感覺這個不需要有畫面 很有畫面 為什麼 沒有 那些人他們會是會講全名 比如說 假如說是我打 他說 葉君庭好了喔 好了就好了喔 這樣還沒有這樣 這段以前也講過 這段以前也講過 我們好愛一直走 反正我當下報警的時候 我就很怕被他們發現 說我要報警 所以我完全也就是 裝作不認識我那個 前男友當時 我是自己默默的在旁邊 然後偷偷的用手機 冷靜處理 對 按電話然後報警跟他說 然後我就臉是表情是超鎮定的 我就這樣 喂你好 我現在在那個 什麼什麼籃球場 聲音也超陡的啦 對對對 那我就說現在就是有人 要打架了 帶武器來這樣子 帶就是棒子 覺得要打起來了 你們趕快來 那警察還問你說是什麼 衝鋒槍嗎還是 沒有棒子 沒有很嚴重 沒有很嚴重 沒有因為那裡其實真的 小婚人很多 所以那裡附近 本來就很多警察 然後警察確實也很快就來了 但是呢 那些小婚人不知道 是太常被抓還是怎樣 泰國的泰 沒有 沒有 他們很聰明 很像小老鼠齁 對 警察帶起司來的時候 小老鼠齁 那他們幹嘛跑走啊 警察帶起司來 他幹嘛跑走 聽到警車的聲音全部散掉 然後警察帶著氣子一拿出來 全部都聚集生命 所以警察是很帥的說 現在人咧 然後沒有了 然後就從口袋摸摸摸出一塊警察 除了氣子往地上這樣撒 抓他們都要用補鼠器 對 或找貓咪來 對 湯姆貓 玉潔力鼠 人家是警犬 然後他都帶警貓 好可愛喔 警貓聽起來很有個性 好可愛的 聽起來你打丟給他 不一定會來的那種 反正警察來之後呢 那是小婚婚一副裝的很怪的樣子 他的那個 武器也丟掉了喔 然後警察就完全看不出來誰是小婚婚 他明明就超明顯 好像在玩狼人殺 對 明明就超明顯 因為他們的穿著 天黑幾屁耶 然後你男朋友就 小婚婚請舉手 然後你前男友汗跳出來嗎 沒有 我是小婚婚 沒有 亂跳一通 不能自己跳 對 要買的是預言家跳出來 所以那天也是安全的 沒有發生什麼事 對 沒有 因為他們還沒打起來 警察就來了 然後 好 因為警察找不到誰是小婚婚 所以警察就想說 警察就回撥電話給我 然後我想說 怎麼辦 我如果現在被他們看到 我跟警察在通電話 不是就 就被發現嗎 對 然後我一樣又偷偷的默默轉過去 然後我不敢接起電話 我是把手機像錄語音這樣拿在我前 暗闊音 沒有啦 不敢 我完全不聽警察講什麼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們找不到 因為他們就 警察就在那邊這樣子四處找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對著手機 就在你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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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 你好像間諜 然後趕快 趕快也不聽他們講什麼 我就趕快按掛掉 然後這樣裝沒事 好厲害喔 滿會的喔 然後警察就把他們一起帶回去 就是警局 帶回套警局 包含 沒有沒有沒有 欸 欸 對耶 給我逼掉欸 太慢了吧 給我逼掉 好啦 那這次呢 我們這個Podcast要付出啦 接下來要開始分享一些 魚人的生活日常的故事啦 那這個 去年因故嘛 我們就暫停了 結果沒有暫停之後呢 就做了很多演出 然後慢慢有更多的朋友認識我們 希望啦 之前喜劇日常的聽眾朋友們 也可以回來繼續支持我們 那應該會有蠻多新的聽眾加入 那也歡迎去聽我們的Podcast 這樣 那就是之前的Podcast 就是回顧一些我們有趣的故事 那我們在這邊宣傳一下 2月29號 我們在Comedy舉辦一場LivePodcast 那目前已經在OpenTix起售了 那當天呢 除了會有LivePodcast以外 我們也會有QA的活動 對 那歡迎大家來多多支持我們一下 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互動一下這樣子 那 那 我想要打一個頭陣 我要講一個最新的故事 頭陣嗎 對 喔 新故事 打一個陣頭啊 好 頭陣 兩個不一樣咧 就剛才不是說 就是我們有稍微越來越 知名嘛 就是越來越知道我們嘛 就是越來越多喜劇的觀眾朋友認識我們 那 丹利我去年6月的時候 我被叫招 喔 回去當兵一下 對對對 去叫招14天 然後那時候差不多到 最後兩三天了喔 然後那時候已經下課了 但我們大家都坐在原地這樣 然後突然我旁邊有一個林兵 我就是14天我從來沒跟他講過話 然後突然他就跟我說 林兵解釋一下 林兵就是 都就是 同班同學的這種感覺 對對對 那就是我們 同個班的都是兵嘛 我們就叫林兵嘛 然後 他就突然點我一下 他說 欸 兄弟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你是不是那個什麼 魚人時代的 我說 欸 我心裡想說 哇 我第一次要被認出來 很明確的被認出來 我就想我真的很開心 我說欸對啊 欸你怎麼知道 他說 我看到影片有你耶 然後我說 真的假的 他說 然後他就說 啊你是在那個團做什麼的啊 什麼意思 我就說 蛤 然後他就說 因為照邏輯他應該要以為他是演員而已 對 他看的影片是我們之前那個 漫財社區委員會 最後一個環節 是我只是站在旁邊計分的 他說他看到我在旁邊計分 他想說 我是不是在裡面是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還是什麼 我說 沒有我也是團員之一啦 對 可是他影片也看的太透徹跟全面了吧 有一種 就是 又開心又難過的感覺 對 被認出來 我就在想 這應該還是不算被認出來吧 算了 算嗎 算了 但是 丹麗有一次也有收到一個粉絲 很喜歡他的私訊啊 對 有個粉絲說他 好喜歡丹麗喔 他魚人最喜歡就丹麗 他其他人他都還好 沒有沒有沒有我告訴你 他是先追蹤我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很喜歡你 所以我想追蹤你這樣 對啊你也是有鐵粉啊對不對 然後 我就說真的嗎 謝謝啊 好感動我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你演那個什麼枕頭人 很好看耶 那個我超喜歡那套服裝的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短劇 然後我就說 欸 等一下 我說你在裝傻嗎 他說沒有啊 枕頭人啊 怎麼了 我說 演那個人是 泥桑不是我耶 就那個短劇沒有丹麗 都是泥桑在演 重點是那個粉絲前面在跟丹麗聊天的時候 他還說 欸除了你的影片我其他 魚人其他人我就不看 對 他說其他人我都跳過只看你 對 然後後來我就說 沒有沒有那個是泥桑 不好意思我是丹麗 然後 你就是被跳過的那一個 他這樣回我他說 喔 對不起原來你是被我跳過的那一部分 蛤 他為什麼要補我後面那一軍啊 他會不會覺得在開玩笑 喜得那麼多都對 沒有沒有 他是認真 因為他後來一直跟我道歉 他說真的不好意思這樣子 那你跟他說道歉的部分是你說出來還是你跳過 分不太認真 不知道哪一個是該道歉的部分 可是我前幾天也收到這樣的訊息 你說前一個 他認錯了 沒有那個人是本人 他這次沒有認錯 大家現在說他喜歡的是你 所以他要把我去追蹤你 不是 啊這位觀眾朋友 你說謊了 你根本不喜歡吧 因為你連名字叫什麼都分不出來 你最好喜歡的 對我們就打余玄與丹麗 重點是枕頭人短劇裡面 我們叫泥桑就是叫他泥桑這個名字 然後他還跟Mini說丹麗 我覺得 我回去看 搞不好他已經退追我了 嚇嚇看嚇嚇看好了 不要啦 不要啦 觀眾朋友我們再努力一下 人家不喜歡我們要再努力一下 可以 好啦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持續收聽我們的 魚人時代的新的喜劇日常 馬上就要開播了 也希望2月29號 大家可以來到卡米蒂現場 跟我們一起互動 那也在這邊說明一下 我們魚人的新專場 笑死你才沒有死咧 目前呢 的新主場已經開賣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 沒有喔 還在努力推票喔 在Tixfunk是不是 是吧 對 Tixfunk上面起售 Tixfunk 我收不到了 他真的打那個funk 不要啦 Tixfunk 所以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購票一下 那今年我們的專場呢 也會到台北 台中還有高雄巡演 所以歡迎朋友們一起到現場 來跟我們互動 那希望我們有機會 可以在現場見 謝謝大家 我是靜兒 我是妮桑 我是喜德 我是丹麗 我是小籠包 我是品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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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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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